嗨!大家好!這是我羅文煌 在我開始之前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名字叫羅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我發現直播這件事情真的是太久沒有做會深色 不然就是啊 版主我平常每個禮拜聊天聊太多了 然後聊到有一點點忘記直播要怎麼做好嗎 但是沒關係,盡可能的看看能不能透過練習 然後可以把我的肌肉給找回來好嗎 所以在這一集直播裡面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靈魂有沒有財庫 為什麼這個話題產生呢?這其實很有趣 這是因為一個網友有一天在諮詢的時候就問我說 版主靈魂到底有沒有財庫 如果有的話我財庫裡面到底有多少錢 然後我可以動用多少錢,我可以使用多少錢 你可不可以告訴一個數字 嗯...這個問題其實讓我很難回答 難回答的原因就是靈魂有沒有財庫 靈魂其實是有財庫的每一個靈魂都有財庫 但是它所計算的標準其實並不是像 人們對金錢的觀念是一樣的 因為記得每一個世代你可能 運用貨幣的方法是不一樣 幣子也是不一樣 或者是任何對你來說 所代表金錢富裕的形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靈魂的財庫其實極少極少是用 呃...數字或者是畢別來形容或者是來存款的 合理嗎?呵呵 所以如果大家了解的話就會知道 靈魂有財庫 那財庫當它顯化的時候 其實就是等同於你在不管選擇哪一個 被子投胎什麼身份所在當下會感受到所謂的富裕感的感覺 合理嗎?所以如果你們了解這個道理的話就會知道說 靈魂的財庫其實顯少是用金額來代替或者是物品 你們所認知的金塊啊或者是銀子啊銀兩啊 或什麼東西來決定的 那雖然它不是一個用貨幣貨值或什麼東西來代表的 呃...財庫 但是它是不是管財的呢?是 因為通常當你在呃...怎麼講 收入跟支出的時候 它顯化到你現實人生的時候 它幾乎是等同於物質的財富 所以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 那在靈魂的財庫上面 我們是透過什麼樣的方法去收支的呢? 還是是不是像很多人以為說 那我投胎的話我是不是這輩子投胎 那我最多就是只能可能是我的財庫就是只有一百萬 那我是不是不管再怎麼努力我最多最多 最多就是只能賺一百萬呢? 其實這也不是靈魂的財庫計算的標準好嗎? 所以不要用人的邏輯去解釋靈魂的財庫 是如何取決取用的 在靈魂的財庫底下的話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限額的 你可以是負債 你也可以是收益的 我中文變得好差啊 我英文也變得好差 所以anyway 所以也就是說一般銀行不會讓你有負面支出嘛 對吧?會為了保護自己不讓自己有負面支出 但是由於在靈魂的財庫是有很多被子 可以用很多被子去支出償還的 所以靈魂的財庫其實是不介意你成負債狀況 也就是如果缺額我沒有錢的話 這也是ok的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要如何去 去收支平衡呢? 取跟出都有蠻嚴格的標準 當人們常常在說的啊 你要多幾點應得啊 多做善事啊 多做好事啊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可以在你的 財庫裡面存款的 但是是不是你當光做好事就好了呢? 是不是用人的定義去做的好事就一定可以在你的財庫裡面存款呢? 其實也不是 因為靈魂的財庫建立在 投錢進去建立在兩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是你的行為 第二是你的動機 你是為了什麼動機去做這樣子的事情呢? 你如果真心想要幫助一個人的話 你可能只有 你全身只有一塊錢 你還是把一塊錢去捐出去幫助的這一個人 對吧?跟你 啊!我就是要多積一點應得 所以我多做 我就是要多做幾個 呃...多捐幾百萬 然後多做幹嘛的話 那我未來應得就會有很多財庫進來 他不是這樣子做的 他反而在那一個把身上僅有一塊錢拿出來 然後真心想要幫助人 但是不祈求任何回報的 他在應得下面所存入的款項 其實會遠大過於那一個捐了幾百萬 其實就是為了積應得的人 合理嗎? 所以當你要存入的所有款項裡面 其實都是建立在第一 你的行為再來是你的動機 所以取出上面也是差不多相同的標準 你如果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傷害他人的權益 或者是騙取他人的錢財 也是現在你們可能常看到所謂的swindler文化 swindler文化其實就是騙財這樣子的文化 也就是說當你在執行某一件事情之後 你因為傷害他人的權益 不注重他的權利 然後感到那一絲絲的罪惡感的話 他其實是會直接在你的靈魂財庫裡面 扣取款項的 所以anyway 所做的裡面的存款跟取出 其實都建立在兩件事情上面 第一是你的行為 第二是你的動機 你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這個有很多很多的時候 是對應到你的感覺的 所以如果你的感覺是真真實的 真實的 真切的實際的 想要做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那他會實際的對應在你的財庫裡面 當然在存取上面 隨著你的人生不斷的前進 然後朝著靈魂的方向 慢慢的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的時候 也就是說 你在人生成長的過程裡面 不斷的克服自己所有的恐懼 然後不斷的完成所有的 克服所有的障礙 成為你的靈魂想要的樣子的時候 你的靈魂會不自覺的 產生一種所謂的富足感 這種富足感呢 在這個財庫底下 假設我的富足感 然後我想要對 我的人生越來越好 然後覺得越來越富裕的話 那你的財庫 靈魂的財庫也會在這個時候 同時withdraw 就是取出相同對應的富裕 然後這種富裕 它通常轉換到你這一輩子的時候 可能就是你們看得到所謂的金錢啊 或者是房子啊、車子啊 它真的是每一個靈魂 給自己設定的不太一樣 所以它所顯化出來的富裕 其實我會說它一般來說 是沒有一個底線的 然後它會應對著你所感覺到的 豐盛感、蜂窩感 而慢慢的轉化成你們眼睛 或者是實質可以感覺到的財富 合理嗎 呵呵呵呵 所以anyway這是一個瑞現的過程嘛 所以這種你實際可以感覺到財富 我們今天除了說金錢之外 可能就是有些人特別喜歡吃嘛 所以可能會轉換成很多人 莫名其妙的老是喜歡買東西 請他們吃飯啊或請客啊等等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歡 比較舒暢寬廣的然後 的生活空間啊 然後可能莫名其妙的就會轉換成 人家剛好有這樣的房子 然後免費讓他們住等等 你懂我意思嗎 財富它會依照每一個靈魂 給自己的設定不一樣 會轉換成對他們來說有意義 也是比較實質的物品 或者是可以感受到的物質 所以anyway透過這一個短短的直播 只是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靈魂是不是有財庫呢 靈魂是有財庫的 但是記得它沒有所謂的限額 而且這個財庫它不是單單的 就你這一輩子來衡量 它是由你的靈魂在屡次以來 不斷的累積而成的一個財庫計算 這個財庫計算標準呢 它沒有所謂的數字號碼 也沒有所謂的限額 它一般來說都是存取這一些行為 跟動機應和的感覺 我這樣講對嗎 它所儲存的是一種感覺 所以你要領取你要提取的時候 其實也是應對這種感覺 但這種感覺的話一般還要在過了 就是過了第二關卡 然後再過了第二次的動機審核 然後你就可以領取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然後如果直接扣款 也會不會扣款會 它也是決定在你的行為 跟你的動機跟出發點為考量 所以anyway希望這一集可以很快的 回答大家的問題啦 所以不要再問我說 版主我的財庫到底有多少錢 這個決定在你每一個人 這個財庫沒有底線我也不知道 你懂嗎 你有沒有可能過度收支 有可能你有可能 呃過度存太多錢 I don't know 你又不是第一 第一個靈魂 所以不要再問我 到底有多少錢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知道的是 它可以是負債 它也可以是收支很高 但一般來說不到 不至於到負債的程度 但是除非你這個人 從一開始就一直在欺騙別人 然後運用別人的錢 如果你不小心是一個 習慣騙錢的人的話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當你在靈魂要 進入到白光以前 你可能要做核算 就是我研究一下 我總共騙了多少錢 然後從財庫支出之後 付清了所有的負債之後 然後我再進入到下一個 下一個世代可以嗎 但是我會說一般來說 如果你不是這種特殊案例的話 你的財庫照理說 應該都有取之不絕的資源才對 但是現在懂了啊 可以好好的審視一下自己的行為 跟自己的初衷是不是合一的呢 那就可以幫助你在未來 不斷的在給自己的財庫上增加 增加資源或者是 投資更多更多的 的財富嗎 好啦!希望這一集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啦 如果喜歡我直播的話 歡迎你繼續支持我的Youtube會員 然後我希望在未來不定期的更新 好嗎?我們戰學先這樣子 我們下次見,bye now